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我是贝尔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杏仁酥的做法 首先准备10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也可以用猪油 加入75克糖 用打蛋器低速搅打均匀 再加入35克鸡蛋液 低速搅打至顺滑 然后筛入100克杏仁粉 100克低筋面粉 再加入1克盐 2克泡打粉 1克小苏打 用刮刀混合虫团 混合均匀以后装入碗里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冻室冷冻30分钟 30分钟以后取出 分成32个圆球 我用的是小烤箱 所以分成两次进行烘烤 一次是16个 经过冷冻后的面团 黄油已经凝固 分分的时候不粘手更容易操作 分好后 用手指将顶部按扁 然后刷上鸡蛋液 放上黑芝麻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烘烤大约15分钟 15分钟以后 杏仁酥就烤好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贝尔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 keen jeg아� set 老板 你知道吗 我们下期不得 全都是